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維 本集影片開始前 懇請您幫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讓本頻道有持續下去的動力 接著就讓我們來欣賞 2023年3月12號到16號舉辦的環台賽 本屆比賽參加的選手包括了 上屆的冠軍選手Benjamin 中華隊馮俊凱、杜志豪以及盧紹瑄 本屆環台賽共有五站 第一站是台北市站 全程83.2公里 比賽開始 一開始中華隊杜志豪就衝了出去 杜志豪是本次比賽唯一一級車隊的選手 效力於80勝利車隊 主集團追的上來 接著泰國隊的柴雅宋八發動攻擊 他將領先差距拉大超過了一分鐘 主集團又慢慢拉近了距離 幾名選手追的上來成為領先集團 接著主集團追上了領先集團 他將領先差距拉大到了2分40秒以上 主集團慢慢將距離拉近 目前只落後36秒了 主集團 Ju Mori單飛了將近40公里 還是在終點前13公里被主集團抓到了 又對選手們在前端死殺 集團進入最後一公里 最後300米 右近車隊的兩名選手在最前面 德國馬洛加車隊兩名選手緊跟在後 最終是德國馬洛加車隊Roy F. Team 拿下手戰的單戰冠軍 也穿上了GC1黃衫 第二站是桃園站 有120.59公里 終點前83公里 盧超軒在內的三人領先集團 領先組集團15秒 三人領先小組將領先幅度拉大到了2分鐘以上 領先三人又將領先幅度拉大超過了3分鐘 不過這時候中華隊盧超軒掉隊了 領先集團剩下兩人 領先兩人持續輪車合作 終點前26.5公里 領先兩人中的Jack Atkin 發動攻擊單飛的出去 Atecan Atecan 單飛了20幾公里後 幾名選手黏了上來 接著整個集團都跟了上來 進入最後的1.4公里 3.9公里 充電前800米 柯恩車隊的Jody Lopez 發動攻擊 組織團選手們覺得還太早,就沒有馬上追上去 玉山衝刺王Raymond Crader追著上來,目前在第二的位置 Jody Lopez突襲成功拿下桃園戰的單戰冠軍 昨天單戰第二,右近車隊的Raymond Crader 今天也是第二名到達終點,也因此奪得了GC1黃山 第3站是浪漫台三線站,有154.5公里 終點前129公里 領先集團有4名選手 領先集團漸漸拉開與主集團的差距 領先的4人領先主集團超過了3分鐘 領先的4人領先主集團3分49秒 主集團開始慢慢逼進領先集團 Quintero逐漸跟不住領先集團掉隊了 領先集團剩下3人 Trinity的Gomez 率先通過只登3點 拿下15分的登3點擊分 距離終點61.5公里 主集團追到了領先集團 中點前47.9公里 Ryan單飛了出去 他在2020環台賽的第二站拿下單戰冠軍 主集團追了上來 抓到了Ryan 目前領其在最前面的是 中華隊的杜志豪 在分裂出了一群7人的領先集團 再分裂出了一群7人的領先集團 主集團追到了領先的七人 杜茲豪又到前面來帶集團 集團進入最後的5公里 最後1.7公里奧地律律高車對選手發動攻擊 最後700米他還在領先的位置 不過最後500米集團快速逼近 在終點前300米左右抓到了兔子後 各隊好手開始衝刺要來搶單戰 東華隊馮俊凱保足的勁往前衝 這時候也在蠻前面的位置 LOTO的DaleDecker率先抵達終點 奪得了本戰的單戰冠軍 王三Ray McCray的本戰排名第三 中華隊一哥馮俊凱也奪得了單戰第四的佳績 第三戰結束GC1黃三繼續留在Ray McCray的身上 第四戰是南投戰有165.6公里 一開賽中華隊的盧紹瑄就率先發動攻擊 後來多名選手追了上來形成領先集團 這裡是集集的綠色隧道 相當漂亮 領先集團領先主集團超過4分鐘 盧紹瑄在領先集團前端 領先集團持續拉大領先的差距 領先集團中泰國隊的選手衝出去要搶衝4點 中華隊的盧紹瑄隨即跟著上去 盧紹瑄把泰國隊的選手抄了過去 率先通過只途中衝刺點 賺進了5分的衝刺積分與3秒的減秒獎勵 攻擊 領先集團中綠高車隊的Counter發動攻擊 Counter持續單飛 2名選手更得上來 新成了3人領先小組 領先集團通過55秒 中田前4.6公里 身穿橘色側衣 上屆的冠軍選手Benjamin 最大的領先集團 主集團也逐漸逼近 3人賣力逃脫 最後的500米 追集團追了上來 領先3人看來是被吞定了 接下來我們看這戰的重點人物 目前集團中 馬來西亞登加樓車隊 蒙古級的38亞爾 他發力衝到集團前端 讓主將邁爾在後方先節身體力 接著他在燃料耗盡前 突然做變相的動作 往塞道右側靠去 他這個動作成功的吸引了集團多數的敵人跟到右側 接著他向主將邁爾示意可以往前衝了 這時候主將邁爾眼前一路平坦 沒有任何障礙物 讓他可以平順的往前衝刺 邁爾火力全開殺到了最前端 最後就是邁爾率先抵達終點 拿下此戰的單戰冠軍 也順利奪得了GC1黃山 第五站高雄站也是追蹤站 有116.4公里 開賽沒多久中華隊一哥冯俊凱發動一波攻擊 中華隊一哥冯俊凱發動一波攻擊 過了一會集團追了上來 距離終點124.1公里 去年的總冠軍Benjamin發動攻擊要去搶登山點 他搶到了這個登山點的最高積分6分 接著分裂出了一群領先集團 領先集團中目前騎在最前面的最前面這位是 LOTO 車隊的Spoveda 他參加過4次環翼與3次環法 可以說是本屆比賽大賽經驗最豐富的選手 主持團逼近的同時 Atkin發動攻擊單飛的出去 接著多名選手再黏了上來成為新的領先集團 黃山在內的主集團落後1分17秒 黃山在內的主集團落後1分17秒 中點前16.3公里 領先集團剩下2人 領先兩人持續輪車試圖合作到終點 不過主集團持續逼近 看來是逃不掉主集團的追擊 兩人握手四翼感謝對方先前的合作 主集團 行成大集團後 這時Trinity車隊在前方帶頭 接著再一陣亂鬥 大集團 大集團到了最終的500米要來決勝負了 最後200米是馬洛加車隊選手在最前端 各隊充製好手都殺了出來 最終是義大利巴迪亞尼車隊的Zenocello 奪得了最終戰的單戰冠軍 本屆環代賽團體總冠軍是馬來西亞登加樓隊 賣了這上戰奪得黃山後 本戰賣力死守 總成績以1秒之差 贏了第二名的Jody Lopez 因此邁而就成了本屆環代賽的最大贏家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這集的影片 希望您會喜歡 再次懇請您支持一下本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請二位 請您支持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